太阳和上升狮子座11月的状态很让人羡慕啊 有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洒脱 虽然呢你们的守护心太阳的位置 让狮子座还需要去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 或者是稍微有一些担忧未来 担心自己跟家跟过去有关的某些人事关系 仍然让你们有些介怀和小烦扰 但是呢火星在11月4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了 会给你们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魄力 狮子座会渴望活出更好的自己 坐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个宝座 所以呢11月的狮子啊 在事业感情生活各方面都是很有魄力的 任何的挫折和阻力都无法把狮子压倒 你们会说干啊就去动手干 说辞职就辞职 说告白就告白 说分手就分手 有一个念头就会马上去跟人说自己要做这件事情 本来就很大方的狮子座呢 11月在财务方面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方阔气 会花财享乐 或者是对财务抱有乐观正向的态度 只要狮子喜欢的热爱的 不管是人事物 此时你们都可能会主动的去争取拿下它 这可能会对应到一个桃花 也可能是一个心仪的工作或者是求学机会 都是非常棒的 那这不是说呢 11月狮子一点困难都没有 其实这个困难还是有的 因为太阳的位置在那里 你们也会有压力 也会有怀疑自己能否做到一些念头 但是呢这个都不要紧 因为狮子此时会自我开解和调解 你们会发现办法永远比困难度 所以呢别人会羡慕你们 那种很高昂的热情啊 对生活对你想做的事情 感觉只要狮子座想没有办不到的 尤其到了下许月末啊 狮子座有机会遇到自己真的喜欢的工作 或者会更加一心一意的投入到 自己喜欢的工作项目或者是对象上 为你的喜欢付出更多的实际行动和努力 这也是因为呢 你们此时看到了前段时间的努力 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 因此呢 狮子座在11月上旬会展开新的计划 新的行动 而这件事情在中下旬 可能就会有一些好消息的传来 比如说上旬狮子就开始运动 开始跳舞 下旬你就照镜子 发现自己真的线条变美了 或者说跳得很好 或者你发现自己能够穿下更瘦的衣服了 就中下旬狮子 肯定能够得到一个反馈 告诉你你这段时间做的怎么样 因此不论是工作读书 还是美容健康身材 11月份狮子把心力投在哪方面 哪方面就很容易出好成绩 或者是有进步 有实质的发展 能够变美变长变强 所以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一个努力时机 视作你会发现啊 11月会过得非常快 所以呢 如果虚度光阴放纵的话 也是一眨眼就马上到下一个月份了 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的 同时呢 11月狮子的脱单几率啊 也大大增加 有机会遇到喜欢的人 或者去看喜欢的人的演出啦 展览啦 也可能是有机会和对方 有实际的这种接触互动 有伴侣的狮子 本月情感也很热烈 那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本月狮子的桃花运很旺 这一定程度呢 会冲击到原本的感情 同时呢 受到月末水逆的影响 从11月下旬开始 就要留意旧爱逆回来 或者是感情有波动 另外提醒一下 水逆的影响呢 从11月下旬这十来天就开始了 水星是正式 26日开始逆行 那世日做这次水逆影响 除了感情之外 还有就是可能会 遭受到一些非议啊 不是很严重 跟其他星座相比 其实算好的了 只是刚刚不是说 狮子这个月会变得 更加努力去争取 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你们对外里的表达 也会更加的强势 所以呢 就会比较高调 曝光率很高 好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有流量啊 知名度变高了 那同时呢 因为世日做的一言一行 生活感情在此刻 都有可能会被放大 所以呢 就难免别人会议论你们 你们的事情 可能就会被公开 议论你们的感情啊 评议你们的选择啊 就你们做的事情 可能会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别人觉得说 哎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甚至觉得说你叛逆了 其实不关别人什么事啊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有水逆呢 世日做顺便 就会围绕一些 七七八八的声音 整体呢 十一月还是很向上进取的 一个运 还是很不错的 那要助所有的世日做 十一月奔赴心中热爱 前路漫漫一灿灿 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心做我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 拜拜